早前林定康師傅跟我說 屬府的朋友應該多些外遊、旅行 就可以招財運 所以今年打頭鎮就來個一日遊系列 去尼島南丫島 現在就在中華碼頭準備搭船去南丫島 Let's go 我現在身處在榕樹蛙碼頭 本身資料顯示說搭30分鐘船 比我想像中短 應該搭了20分鐘左右就來到 今天的行程就由這裡做起點 走去塑古蛙碼頭 中途有很多景點 然後就在那裏搭船走 南丫島其實是香港第三大的島嶼 它是位於香港的南部 地形就好像鴉字一樣 所以人們就改名做南丫島 這裡放假特別多人來這裡 散心休息玩 因為這裡可以看海 可以行山 可以看日落日出 這裡整個氣氛都很慢活寧靜 而且這裡有很多外國人生活 所以來這裡也不難看見外國人的蹤影 這裡有很多二國風情的餐廳 有書店、文青咖啡店 一些手工藝品的店鋪 為什麼會選榕樹蛙做起點 不在塑古蛙呢 原因是這裡一出碼頭 就看到有很多商鋪 所以這裡有很多手信 如果大家肚餓的話 可以在這裏吃點東西 因為有些人會來行山做起點 就在這裏吃點東西 然後再去行山 第一站就來到賽季小食 剛才不是說到很多行山的遊客 都會來這裡吃點東西 然後再起行 這裏很適合吃點小食 然後再繼續行山 這裏就買些什麼呢 主要有買一些車仔麵 各式的牛腩麵 飯都有的 還有一些小食 豆腐花、豆漿 我叫了這個煎餃和煎釀豆腐 很適合吃點 就繼續下一個行程 今天天氣很冷 所以叫一杯熱豆漿和熱豆腐花 暖一暖 現在就很熱 先試一口豆腐花 我覺得豆腐花第一口很滑 不過我覺得豆腐味還未夠濃郁 其實還差一點點 比較淡 不過現在在這麼冷的天氣下 吃豆腐花 我就沒有什麼要求 覺得夠熱、夠滑 就已經覺得很足夠了 先試它的韭菜煎餃 其實都很大粒 而且是煎到金黃色的 果然韭菜是不會令人失望的 真的很香 正所謂酒菜和芫荽 喜歡吃它的人就會很喜歡 不喜歡吃的人就會覺得很厭惡 而剛好我很喜歡吃它 所以它的餃皮可以再脆一點就更加好 散的 這個就一般一夾就散 我覺得它的豆製品正常發揮 豆腐味不太出 無論它的豆花、豆漿和豆腐 都是補好課室正常味道 剛才吃完豆腐花 還有豆腐之後就很飽了 適合了 現在就走上南亞島風彩發電站的觀景亭 我本身以為是平路的 誰知道原來一直都要走斜坡 所以有點吃力 如果大家有計劃來這個觀景亭的話 最好穿平底鞋和輕便的衣著 我本身以為是平均發電站 一到來觀景亭 一看出去就是南區的景色 大家覺得有點奇怪 我以為觀景亭可以看得正發電站 但原來這裡不是一個最佳景色 所以大家如果想打卡拍照的話 在樓下拍得好一點 不要浪費力氣 上來這裡 這樣 剛才在觀景亭下來了 看到有一個菠蘿山莊休息的地方 其實這裡都是吃東西的 這裡有自家的農田 會賣他們自己炒的菜 今天她問了姐姐有甚麼菜可以炒給我們吃 就是有油麥菜和山菜 其實這裡給我感覺好像很噁心 有一個時日的菜單 看看今天有甚麼新鮮的菜 我就叫它蒜蓉炒 一定好吃的 我猜不到一大碟這麼多份量 我本身以為是小碟 而且她說喝喝湯啊美女 是有湯喝的 還有一個雞腳的木耳雞腳湯 在冬天喝就很滋補 其實它還有炒米粉、糖水 如果夏天的話還有菠蘿冰食 我試試湯 看起來好像很甜 很甜 很像媽媽煮的湯 媽媽也要跟她學習 她真的煮得很好喝 很甜 它真的吸收了雞腳和瓜的香甜 超大的雪耳 有些人喝湯都很喜歡吃雪耳 吃起來很軟 喝得出是自家煮的 沒有加味精 沒有加特別的額外的甜味 喝的材料的原味 很甜很甜 就是嘗嘗油蜜菜 幸好她今天這兩種菜都是我本身很喜歡吃的 不知道因為我心裡最適合 她寫著說是自己種的菜 吃起來真的特別新鮮 特別有菜味 又炒得剛剛好 所以油蜜菜吃起來是很爽脆的感覺 突然覺得自己很健康 來這裡吃菜又喝湯 剛才在菠蘿山莊吃完自家菜之後 就來到雄勝爺泳攤 如果大家想游泳的話 就可以順便游泳水玩沙 不過現在這麼冷 相信大家都不會下水 可以在這裡打卡 我看到很多遊客在這裡打卡 拍照 在這裡化夢也不錯 現在就離開泳灘 因為我們今天行程比較趕急 因為我很怕日落前去不到索古 其實應該要去到 但是要走一個小時 還有可能沿途會有斜坡 所以大家都要預足體力和時間 剛才一上去菇景亭 我真的以為可以直接看到三枝香 但原來還要走出一點 走出來這裡 就會看到有山有海 然後看到三枝香再清楚一點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 就算在山腳下 都已經看到三枝香 剛才上去沿途都已經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自己認為就不算是最佳的景色 剛才在觀景亭 行山走到索古灣碼頭 碼頭這裏 碼頭這裏附近有很多餐廳 就是有手信 大家可以在酒之前 可以在這裏買手信 買下飲品 小食 或者在這裏 好像我這樣 在這裏吃一頓飯 再走都可以 這裏我自己 是最想推介給大家的一間餐廳 首先我現在坐在一個海景位 旁邊就是碼頭一道 有些聽到海浪的聲音 就很輕鬆 不然今天人流比想像中少 更加寧靜 更加可以放鬆 這裏是吃甚麼的呢 這裏叫做龍騷記餐廳 主要是甚麼都有吃 小食、炸物、Fish and Chips 以至港式的公仔麵 炒飯、意粉 即是甚麼都有 最重要的是甚麼 這裏是有酒喝的 我看到餐牌 有個啤酒狂歡 有個優惠格 可以喝到不同的特色啤酒 在我手上一杯 就是一個香蕉味的啤酒 這個香蕉味很奇怪 會喝下去 全部都是香蕉味 這個香蕉味跟啤酒很配 真的有種淡淡的香蕉味 但又不會太搶到啤酒的味 喝下去是挺香 挺特別的 我問老闆娘有甚麼推薦 她推薦我吃這個 特級厚切餐肉太陽蛋公仔麵 我要快點吃了 它已經吸收了水 大家看到 嘩 真是很厚 厚過我的手指 當然 看我賣相都知道不是普通的午餐肉 我很喜歡煎到皮是特別脆的 真的外脆太軟 很有口感 很香 這餐肉真的好吃 然後再刺爆太陽蛋 哇 蛋汁流到公仔麵 我覺得如果大家從溶雪灣行山過來 真的好痛 很累 再來這裡 休息一下 坐在這裡 吃這個攀蛋麵 真是一大享受 不是開玩笑 本來我沒有想到 哇 這麼大份 你看 炸魚 哇 超級大塊 芝士條是加淺的 可以拉絲 很棒 嘗嘗嘗嘗嘗嘗 它的炸米是合格的 首先呢 它炸得來 剛剛看得出是剛剛即炸 而且很新鮮的 不油膩 好吃 它的炸魚 裡面的魚肉 那個魚柳不會太乾 是保留到濕潤 鮮嫩的魚肉 而且沒有雪藏味 而且它的外皮炸得很脆 而且不會說一切開就散了 英國說它的腸也很有名 很多人吃 這是德國的香腸 如果大家很喜歡吃腸 配啤酒的話 就可以點過小吃 腸仔拼盤 全部有不同特色的腸 可以讓大家選擇 裡面這個腸有些芝士味 真是很滿足 這兩樣東西都很好吃 都很好吃 還有啤酒也很好喝 還有看著這個碼頭的景色 如果你是日落來就正了 因為今天天氣其實不是很好 但都看到很隱約 看到一些陽光 如果大家天氣好來的話 就可以看到日落直陽 整件事就很浪漫 很有氣氛 人真的需要停下來 充電休息一下 如果大家想來一個低成本 又方便的小旅遊 我很建議大家來南亞島一天游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天的行程安排 那麼就來到這裡了 下集跟大家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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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西亞您的地摩 居家